一天一天的过去 新年又来临你我不分离 我管道世界各地 同样的气息家家都欢喜 好运来 接着来 恭喜 恭喜 怕打开 客人来 请多开 身体新龙小开拓 好运来 困困来 我把他红包打开 我的爱 让你呆 与苦风吹跳起来 等我离开 让他回 我把他红包打开 等我离开 让你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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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神来场 王家门 娃娃娃 天白 青夜红包 在鞭炮身 多财有多苦 tan 晒咣 参 赛 猪吹 下 小患 細小患 眼鱼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叩见皇上 听声 谢皇上 猪头有模有样的 还挺帅的嘛 太亲姑娘 史书才之所以如此 是因为你要一个文武双全的丈夫 他才铤而走险的 他 他这样会不会危险啊 会啊 难道你不知道爱情的魔力有多大吗 兵部侍郎李承辉叩见皇上 开始吧 遵旨 考生调兵器 是 快点 快点 小婷姐 你搞什么 这 小婷姐 这干嘛 干什么 这干什么 这 怎么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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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婷姐 搞什么来着 新书才 你在干什么 齐名考官 在下就选择这个武器了 秦秦 书才又在搞什么鬼啊 这是龙大哥教他的蜘蛛工 蜘蛛工 蜘蛛工 什么蜘蛛工啊 我看啊 像吊死神工啊 别吵 别吵 干嘛像吊啊他 蜘蛛才 打不过别人 你赶紧退回去 不要密死密活的像自杀似的 这个叫致死地而后生 我打打看嘛 是 死了就投胎 然后就后生是吧 讨兄开始 你赶紧退回去 来 没有 没有 走 我看看 你怎么打我 炫熊财 太棒了 炫熊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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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有你的 炫吧 荧科武装元 炫熊财 姐姐 她可以娶你了 有 探厌 来来来 别客气喝酒 大家都是朋友 该骂的就骂 该打的就打 千万不要有什么机会 来 喝酒 你自己说的 等一下我打你 你可别叫 浅浅 以后你要打的机会还多着呢 书呆 如今你是文武双科的状元 真是了不起 我好像记得有一个姑娘说过什么 她只嫁文武双全的丈夫 没错吧 有人这么说过吧 朱公子 你别忘了 以前我还打过你很多次呢 以后你跟书呆子慢慢打 我管不了了 皇上既然开了金口 那这件事就成定局了 女婿 我给你干一杯 干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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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公子啊 我和钟玉的事 你也要金口开开呢 不要提 不要提啊 干嘛啦 金伯伯啊 金花掌柜等你等了十九年 盼你也盼了十九年 就算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哦 又是吗 这十九年 我对你还是蛮忠诚的 金口总算开了 逃也逃不了了 来来来 皇进冲爆爆 来来来 谢主龙恩 谢主龙恩 谢龙恩 恭喜你啊 黄小爷 采金姑娘的金口都开了 也该帮千千开个金口啊 好 停 落叫 落叫 你们在这等着 你不要拿我当烤链嘛 也不知道自己全身的肥肉 压得我多不舒服啊 我哪里哪里当烤链啦 我是哪里当烤山呢 我要靠着你 下半辈子好好伺候你啊 别别 哎呀 她在这儿 哎呀 过去 哎呀 不行 哎呀 真是 嘿嘿嘿嘿 嘿嘿嘿 秦伯伯 坐啊 好 秦伯伯 我娘是珍惜喜欢你 她等着你十九年 你就娶她嘛 就是嘛 我们就重拾就好嘛 哎呀 重拾就欢啊 你看啊 你也承认了 重拾就欢嘛 哎呦 我好感动啊 哎呀 你真是啊 不要这样嘛 哎呀 有什么嘛 自己的孩子嘛 再说啦 你也承认了嘛 我们重拾就欢嘛 不是 我是纠正你的成语而已嘛 我不管啦 哈哈哈哈 秦大人 真是只献鸳鸯不献仙哦 哎呦 来啦 别这样了 八怪 怎么来了 有什么事啊 八怪公公 难得你大驾光临 这是彭比圣户呀 请坐 请坐 不坐了 不坐了 秦大人 我还得赶回宫去 向万岁爷赴命呢 嗯 千千姑娘 轿子就在门口等着 跟我走吧 去哪里啊 进宫啊 万岁爷特意派我 来接姑娘进宫的 啊 皇上 要让千千进宫啊 对啊 哎呦 千千 皇上真的很喜欢你耶 你好有运气啊 娘 干嘛了啦 你 你快去换换衣服啊 抹一点胭脂啊 想着进了宫见到皇上 说话不要那么横三竖四的 一定要啊 娇滴滴的 要装成半死不活的样子啊 太娘教你啊 看着啊 嗯 这样啊 皇上 哪死不活的啊 听见了吗 快去换衣服啊 还愣着干嘛 我不想去嘛 你少跟金啊你啊 他是皇帝耶 不是一般的男人耶 皇帝 即便有三公六院 你也是皇帝的老婆啊 你还嫌什么 是啊 千千 你不去呢 就等于对皇上不敬啊 是啊 是啊 千千姑娘 你要是不去 那我也不好交差啊 对啊 快去了啦 爹 你怎么这么热呢 八怪 你怎么来了 彩青姑娘 这不 万岁爷派我接千千姑娘进宫了 可是她不愿意 哦 千千 来 来嘛 千千 你干嘛不想去啊 你有什么顾虑吗 你别在乎 我现在啊 已经跟蔬菜 蔬菜余剑 像这种事情啊 不应该让人逼着你 而是应该自己打主意才是啊 呦 死书呆啊 你有个老婆就行了嘛 干嘛跑到这儿来泼冷水啊 我 千千 你干嘛不去嘛 你原来不是这么婆婆妈妈的人 现在怎么变得这么多愁善感了 我觉得 我觉得我跟朱寿 现在是两个世界的人了 他高高在上 而我 就算见了面 也没什么好说的 这个嘛 我能理解 不过 咱们那个皇上 不是那么爱摆架子的人啊 要不然啊 他以前干嘛跟咱们一起玩呢 过去就像一场梦一样 一场会捉弄人的梦 千千 好了 别想那么多了 你自己放轻松一点 还是去吧 哦 皇上不是一直都很喜欢你吗 我 去吧 我去吧 义母 您吃 佳蓉 您越来越讨义母欢心了 义母这么疼我 我当然要让您开心一点 乖 你怎么又不高兴了 义母一直说要立我为皇后 可是到现在 佳蓉 你心急了 不是了 我只是怕 你放心 义母比你还着急 只是我一想起这事我就生气 这皇上对你怎么总是冷冰冰的 皇上心中已经有一个人了 皇上看中谁了 还不是那个叫千千的妓女啊 不可能 皇上怎么可能喜欢千千呢 皇上好玩 跟千千玩在一块是没错 但绝不会发生儿女私情的 义母 你有所不知 再说你说的也不对 千千不是妓女 她只不过是在妓院长大而已 那也没什么分别啊 引爆太后娘娘 皇上呢 正在找 找了这么久都没有找到 莫非又是溜出宫了 听说 听说皇上派了八贯公公去接一位千千姑娘进宫 奴才猜想万四爷还在宫里 皇上接千千姑娘进宫 奴才也是听说的 你见到她 马上请她过来 是 莫非皇上跟千千这个丫头 义母 我没说错吧 义母 我没说错吧 这一套啊 不嫌烦哪 你是皇上 现在又在宫里 不规矩一点 万一你不高兴 我还有命啊 没想到我们千千姑娘也懂规矩了 哼 哎呀不要那么严肃 孩头看看我 哎 还是以前好 大家在一起无拘无束的 多么自在 我之所以不愿意曝露我的身份 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现在到好了 大家讲起话来都陌生了 嗯 诸寿 哎 皇上 哎呀你还是叫我诸寿好了 我已经听习惯了 尤其从你口中叫出来 特别觉得亲切 皇上今天找我来 不知道是 我找你来的目的啊 就是想看看你 哎 怎么 害羞了 死猪兽 死猪兽 我最喜欢你这样骂我了 做皇帝的这么不正经吗 不 我处理国家大事正经得很 如何追查 会事必案 你也是有目共睹的 可是就是不知道 为什么一见到你就正经不起来了 哎 今天 除了让你来 想看看你之外 还想多让你熟悉一下宫里的环境 我干嘛要熟悉环境啊 以前 我也混过这里啊 以前是以前 现在不一样了吧 又什么不一样的 因为我准备要让你留在宫里陪我一辈子 我要你嫁给我 难道你还不明白吗 哎 你该不会拒绝吧 死猪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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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了皇上还是这副德性啊 我本来就是我 从来都没变过 皇上的老婆一箩筐 我才不要嫁给你呢 不会不会 从今以后 我只有你一个老婆 叩见皇上 太后娘娘正在找您呢 朕知道了 下去吧 是 你在这里等我啊 嗯 好 你 你说你要娶芊芊 是 儿臣心意已决 非娶芊芊姑娘不可 你 你这是要气死哀家 义母息怒 佳容你先回去吧 哀家跟皇上好好谈谈 义母保重 皇儿 现在没有别人 你跟哀家老实地说 跟那个芊芊丫头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儿臣喜欢上芊芊姑娘了 就这么简单 你们在一起玩 没关系 哀家不会干涉 可是你何必那么认真 乱结婚嫁呢 你不觉得你太冲动了吗 儿臣没有冲动 儿臣对芊芊姑娘的感情 是认真的 你会后悔的 儿臣绝不后悔 这些日子 儿臣想得很清楚 我不敢保证 跟她在一起一定快乐 但是我能保证 失去她我一定会很痛苦 你 你这是鬼迷心窍了 不认真 不认真 不是 不认真 不认真 朝中群臣娶妻 也没有向朕交代 你 反正我不让你娶那个野丫头 朕乃是皇帝 难道连选择自己的婚姻都不能自主 我就是不让你自主 那我这个窩囊皇帝做来何用呢 你 你是要气死哀家是不是 朱盛要娶我 皇上要娶我 你干嘛打我 我就打你这个贱人 你怎么样 那个小贱人 你凭什么跟我抢皇上 谁跟你抢啊 我从来就没有跟你抢过 皇上都说要娶你了 你还不承认 朱寿怎么说 我管不着 你别太得意了 有太后给我撑腰 我是不会输给你的 你以为皇上说要你就要你 我告诉你 你这是妄想 你做梦 没有皇太后撑腰 你是永远得不到皇上 永远得不到你知道吗 你凭什么跟我抢 你为什么要跟我抢皇上啊 你知道 我有多痛苦吗 你别这样 自我出娘胎以来 就从来没人跟我抢过什么 嫁给皇上 是我此生最大的心愿 我是绝对不会让你抢走的 绝对不会输给你的 你也不看看 你是什么东西 你配得上皇上吗 你跟他配配吗 你只是一个妓女 一个妓女 你知道吗 我不是妓女 我不是 我只是在妓院长大的 在别人的眼里 你就是个妓女 皇上娶个妓女 能幸福吗 她只是一时冲动 玩玩你罢了 过几天 她就会把你打入冷宫 永远让你痛苦 你知道吗 你懂吗 不要再说了 我当然要说 我只是想告诉你 你凭什么跟我争 你用一辈子的痛苦来跟我争 你知道吗 你知道吗 我是绝对不会输给你的 绝对不会输给你的 清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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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理我 怎么你哭了 没有 是不是我惹你生气 怎么越叫你越走呢 宫里太沉闷了 我待不下去 你说谎 你刚刚进宫的时候 还开开心心的 告诉我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是不是那个林佳蓉 跟你说了些什么 你不要再说了 让我走好不好 你今天要是不说清楚 我不会让你走的 你快说 哎呀 告诉我到底发生什么事了吗 你让我说什么 你说要跟我过一辈子 你可以一时冲动拿我去开心 可是 你有没有想过我的感受 原来你是为了这个生闷气啊 谁说我是一时冲动 谁说我是拿你开心 你以为我说要娶你 只是信口开合随便说说而已吗 你高高在上 我就活在让人瞧不起的寄院里 一个在天 一个在地 有谁会相信你是真心喜欢我的吗 只要你相信我相信不就行了吗 我甚至是一个没有人要的眼中 有有足路 又没文化 又没有教育 我就是喜欢你这一点 你会晃悔的了 我也会晃悔的 怎么我说了半天 你还是不肯相信我 来 来啊 你干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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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叫朱厚少 这位姑娘是千千姑娘 天地为称 我对千千姑娘是认真的真心的 我要娶她为妻 好了 有不变心 别闹了 别闹了啦 这样你总该相信我了吧 讨厌了 我娶弟弟了 今天怎么还不回来呢 你坐下好不好 换了换去的也没有用啊 你们都跟我分析一下啊 你们说 怪不会皇上今天就把我们千千给 不会啦 皇上啊是很规矩的人 我相信采青说的话 我不是说怕皇上不规矩啊 我是怕皇上太规矩嘛 这真是真的 千千回来了 千千不想 皇上对你怎么样啊 皇上跟你说了什么 皇上是不是赐你官复原职 占人晚一居大使啊 没问题的 千千姑娘那么聪明 你哑巴啦 你讲话啊 是啊 说 说啊 皇上说 说什么 皇上说 说不要你啦 皇上说 哎呀 到底说什么 啊 就要娶我啊 啊 啊 皇上要娶你啊 啊 皇上要娶你当弟子小老婆啊 啊 什么小老婆 大小老婆都是我啊 啊 那 那 那 是啊 皇上还说 说要让我当皇后 啊 当皇后啊 啊 皇后 娘 娘 你怎么了 金花大娘 抬她 抬她 抬她进去 快点 快 我就是皇后的娘了 你没事吧 什么 皇上要娶芊芊 家荣 你没有听错吧 怎么会错呢 我竟然听皇上的太后说的 那那个老太婆 她什么反应啊 她当然生气了 后来怎么样 我就不知道了 家荣啊 你明天是不是要进宫啊 那好 我陪你去 你能进去吗 世到如今也管不了这么多了 我是你娘 又是大学士夫人 我勉强进去的话 还是不难的 可是皇上不会听你的 况且 你未必能见得到皇上 我只是想见你个死老太婆子 娘 那是皇太后 你怎么老叫她死老太婆 他死老太婆 在我的眼里 她就是死老太婆子 千千千姑娘 好像着了魔一样 这一整天都呆呆的 也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哎呀 当然是在想皇上了 难道是在想你啊 这皇上也够深情的了 真的要娶千千姑娘 我也觉得很意外 不过啊 我也替千千高兴 哎 希望皇上对她呀 永远都好 就像我对你一样 好啦 你别自作多情了 哎呦 皇上对千千怎么样啊 我心里最明白了 哎呀 你想想 毕竟是皇上啊 那三宫六院 那美女多的事 谁敢保证皇上就不变心呢 你说啊 要变心啊 不是什么皇上不皇上了 什么人都会变心的 哎 秦秦怎么了 是不是太高兴了 哎 秦秦 你怎么啦 哦 姐姐 你说 你说我该不该 该不该嫁给诸寿啊 哎 我还以为出什么事了呢 你喜欢诸寿 诸寿也喜欢你 这不是挺好的吗 就是啊 可是 他是皇上 皇上都很风流的 太后又不喜欢我 我嫁过去 一定会常常吵架的 哎 秦秦 别想那么多了 没事的啊 嗯 不行 老丈人 爹 这么晚了你还没睡啊 哎呀 我睡不着啊 正想着秦秦跟皇上这点婚事啊 秦秦如果真的嫁给皇上 会有很多问题啊 真的要想清楚才行啊 嗯 也对 言之有理啊 有理 什么理啊 你们想一起给我芊芊下毒啊 想害得我芊芊当不成皇后啊 娘 金花 嗯 你不要成天想着荣华富贵好不好 向芊芊下毒的是你啊 哎哎哎 对我说话客气一点好不好 我现在是皇后的娘啊 弄不好比你的官还大呀 弄不好我还可以扮你啊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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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虫不可语兵 哎呀 懒得理你 哎呀 哎呀 终于啊 我不会害你的了 我对你情深四海啊 叶母外父 家蓉来了 嗯 我也来了 你是谁啊 我 啊 家母陪我来 是一起 太后不会不欢迎我来吧 你们都下去吧 是 林夫人 今天怎么会想到 哼 其实皇上登基之时 我就该来向太后请安的 皇上 太后总不会 不喜欢我提到皇上吧 一晃十八年了 这十八年来 我一提起皇上 这心里就 家蓉啊 义母跟夫人聊聊天 你听了也会无聊的 出去走走吧 哦 我不无聊的 太后叫你下去 你就下去吧 是 义母 你太放肆了 当着家蓉的面 你提什么十八年不十八年的 太后放心 我说话会很有分寸的 你也不通报一声擅自混进宫里 只此一次下不为例 太后 我已经忍了十八年了 十八年来 我没有进宫看过皇上一眼 如果太后今后不让我进宫的话 对我这个母亲来说 太后您是否太过分了一点 大胆 你什么母亲 你给我说清楚 太后 您何必生这么大的气呢 你应该感激我才对呀 你今天身为太后 还不都是因为我的牺牲呢 我说的应该没错吧 好好好 你帮我把家蓉带大 也算是你功劳一尽 你对我无礼 我姑且原谅你 太后能这样想 大家都会开心点 不过 你也不要太有恃无恐 目中无人 最后 吃亏的会是你 太后 你何被这样恐吓我呢 其实我今儿个来 也没打算要做什么呀 我只是想关心一下 皇上的婚事 皇上的婚事 轮不到你来关心 太后 我关心的是我的儿子 闭嘴 你已经没有儿子了 好 你说什么都无所谓了 但是 如果皇上 许的不是家蓉的话 那我这口气 无论如何 我是咽不下去的 我自有主张 八卦 你说朕送这个给千千姑娘 她会不会喜欢 不会太寒酸了 不会 那千千姑娘高兴都还来不及呢 怎么会嫌寒酸呢 说的也是 万岁爷 您真的要娶千千姑娘 好是好啊 可是太后那关不好过 不好过就硬闯啊 怎么个闯法 不理她 不 这不太好吧 时间长了 会伤和气 哎呀 伤和气总比让朕伤心好吧 嗯 太后娘娘驾到 母后 参见太后娘娘 是 皇儿 你仔细听着 哀家给你选了一个好日子 下个月初一 就是你跟家蓉的大婚之日 什么 下个月初一 就是这样 母后 还 不必多说了 没有改变的预定 娘 是真的吗 是真的 就定在下个月初一 真的 娘 太好了 娘 你真是太厉害了 你一出面 就把皇上的事说定了 哎 你怎么跟她说的 娘啊 自有办法 嗯 很奇怪 皇太后好像对你很客气哦 夫人 啊 夫人 你 你真是 你 哎呀 你说完了没有啊 我一进门就你叨叨叨叨叨叨不停啊 你还说什么 你怎么能够去找太后呢啊 啊 你不想活了啊你啊 我 哎呀 爹 没那么严重吧 哼 哎哎哎哎呀 家蓉啊 你不是说有一个花样不懂要问娘吗 你去拿来让娘看看 嗯 哎 哎 你不可以去找太后啊 哎 我为什么不可以去找她呀 不怕她什么 你不怕她 可是我怕你 我怕你万一说漏了嘴 那我们全家还要不要火啊 皇上是我的儿子 哎呀 有皇上替我撑腰 他还能把我怎么样 你 他才怕我 哎 哎 你看我一出面 家蓉的婚事就敲定了 你真是害了她啊 皇上皇后都是我的人 我看那死老太婆子 她还能威风几天 哎呀 都十八年了 你怎么还想着要报复啊 她活生生的抢走了我的儿子 我就是进了棺材 也怨不下这口怨气 你 哎呀 你们看这衣服上不上得了台面呢 还不错嘛 上台面干什么呢 千千大婚呢 参加婚礼穿的嘛 好漂亮啊 哎呦 终于你回来了 哎呀 你又在搞什么 怎么又不高兴了 有什么麻烦了吗 是啊爹 看你整个人无精打采的 出什么事了 哎呀 不知道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 皇上大婚之期 定在下个月的初一 哎呦 那么快啊 这不是个好事吗 是啊 可惜皇上要娶的不是千千是林家荣 林家荣 你又没有搞错啊 怎么会搞错呢 礼部已经在筹备工作了 还有什么会搞错的呢 哦 哎哎哎哎哎 你没事的就在那边 就在那边嘛 哎呀 快快快快 这怎么会这样呢 来快快快 扶到床上去 好 让她躺一会儿 金花大娘 金花大娘 千千 千千 你说的是真的吗 你为什么要骗我 啊 千千 千千 不要难过 是福是祸 尚无定论嘛 啊 啊 你为什么要骗我 为什么要骗我 啊 千千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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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č Quebec Up 就能骗我 我打不 деся 又是什么事啊 对方 挺久的 咱们 你找人 芊芊 芊芊 你把门打开 听我说好不好 我不听 我不听 你走 我没有骗你 我还是要娶你的 我永远都不要再见到你了 你滚 我不会走的 芊芊 你把门打开听我解释嘛 芊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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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出去 你给我出去 你给我说 你给我解释吧 你给我听我说 请你相信我 我没有骗你 我是要娶你的 你还要骗人 你跟林家勇的婚期都已经定了 你还在睁眼说瞎话 我没有骗你 婚期不是我定的 是我母后定的 那还不是一样吗 你还不是要跟她成亲 我当然可以不跟她成亲啊 我母后是逼不了我的 就算我不当皇帝 我也不会去娶一个我不爱的人吧 你不要把我当成傻瓜 我不会再被你骗了 你怎么可能不当皇帝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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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当然可以 我当然可以 在来的路上我已经想得很清楚 我今天晚上就带你走 我今天晚上就带你走 去哪里都好 只要能够跟你在一起 不 你会后悔的 我不会后悔 我永远都不会后悔 你 为什么 为什么 你是王弟 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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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为什么 不可不可 不可不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当我一踏进家门 我就感觉乖乖的 当你坐在客厅等着TV 你没头上低皱纹 你一直在深呼吸 告诉我今晚我要小心 我不明白什么事又让你发表 是不是这一次你能好好教 两个人什么事可以好商量 and I 多下你 baby 我差一点点的crazy 从爱的陷阱里是你 带给我新的生命 哦 站在多下你 baby 从今天我的爱情心 要挂去勇敢的最近 在世界上能believe 我说话还没说完 你就把我赶出家 叫我最好混到天涯海角 看着脚崖两船脚 站在狂风把雨下 竟然没有工得起乘车 可是忽然一个奇迹就出现 好险 一部红色的冰树 他不依我开 里面漂亮的熟下 他叫我进来 永远给他 感谢观看